好,我現在跟各位介紹如何製作自己的一個筆刷 那我們可以打開我們第五張的這張葉子的圖 好,打張這張葉子的圖 好,那這葉子的圖 你打開以後你可以選用我們的快速選舉工具 然後把這個葉子很快的把它選舉起來 選舉起來以後,這個葉子那我要把它當成筆刷 要把它當成筆刷,很快把它選舉起來 我們用編輯裡面的定義筆刷預設集 按那,那我們就取它就是葉子 你可以叫它叫葉子,可以叫它叫葉子 好,可以叫它取它葉子 按確定 好,那這樣就有一個葉子筆刷了 所以在這個筆刷的設定裡面就有一個葉子 好,除了這個葉子以外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 我們打開我們的舊檔 打開我們的舊檔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的一隻蝴蝶 我們有幾隻蝴蝶,好像這隻蝴蝶開啟 好,第四章裡面有一隻蝴蝶 好,那我們可以選舉這隻蝴蝶 好,選舉這隻蝴蝶,我們也是用快速選舉工具 好,快速選舉工具 好,那我們可以快速選舉工具把它選舉起來 好,那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快速選舉工具 好,那我們就做定義筆刷預設 好,這個蝴蝶 蝴蝶 好,那我們就按確定 好,這是蝴蝶,那我們這樣就有蝴蝶 好,下面這邊就有一個蝴蝶,一個葉子的筆刷 在最下面一個 好,做好以後我們就來運用這兩個東西來做一些畫畫 好,那其他都可以關掉了 關掉了 好,那我們做好這個筆刷以後 我們就開啟新的檔案 那我們新的檔案裡面 我們找一張自己的A式的一張紙 直式的A式,按建立 好,按建立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 來做一個筆刷,一個布置 好,那我們可以選蝴蝶或葉子都可以 好,那我們先用蝴蝶來做反例 那我們可以選擇紅色的筆刷 好,那這個筆刷裡面就可以選這個點選紅色 好,按確定 前景紅色 好,那我們這個點一下就是會變紅色的蝴蝶 好,那如果你選葉子 就會有紅色的葉子 有沒有,有紅色的葉子 好,這個就很快就給我做好筆刷了 好,那我們筆刷以後 做好以後我們就可以到這邊 這個筆刷,這個筆刷旁邊有一個筆刷設定 那個設定字,筆刷設定 好,那這個筆刷設定 第一個是筆尖形狀 那我們可以利用尖距把它拉開 大概葉子就不用拉開了 拉開 好,那拉開以後我們就可以選擇第二個 第二個筆刷動態 那筆刷動態我們就可以用大小這樣有沒有 分開 分開 直徑分開 好,角度偏離 各種左右轉都不一樣 不一樣,左右轉 圓度稍微扁一下寬一點 扁一點 好,再來就是扇部 按它的打勾 它的扇部就會分開一點 有看到嗎? 數量多一點 好,那其它的 先跳過去 彩色動態裡面我們可以選它 可以套用到每一個 我們可以做前後景的變化 好,變化 快一點的變化 好,顏色 前景跟背景 你看一下 前景背景的變化 有沒有 就顏色的變化 很漂亮,有看到嗎? 很漂亮的變化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快速 色相的變化 還有飽和度變化 亮度的變化 好,這樣子可可以的 我們就可以畫很多的筆刷 很快的把它畫滿 畫滿 好,畫滿 好,畫滿 就可以有很多的筆刷 有看到很多漂亮的筆刷 筆刷 好 那這筆刷我想要來做什麼呢? 好,我就把它關掉 好,那這筆刷我想要來把它套在一個 那個當作的剪影 那個剪影你可以打開 開啟就擋你的剪影 那我們就選 原來的相片 我們的桌面 有一個PS裡面的 就是剪影 好 好,那我希望用一個剪影 來當作的背面 好,背部 那其實 那在這個檔案裡面有一個桌面 看到桌面 有沒有桌面 圖片 好,那我們就用我們的PS桌面這個圖片好了 好,那我們就用 舉例我們就用這個跳舞的 女生這個桌面這個圖片 我們找一張漂亮的跳舞的女生的相片 開啟 好,那我們想利用這張相片作為我們的 的那個 剪影 那所以要做剪影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把它變成黑白的相片 會把它做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不然你看 我們現在假如我們直接用彩色的話 把它往下拉 往左拉 進來 好,那我們先把它移動 把它調到適當的位置 把它移到適當的位置 好 按打勾 那我們這個是用白色的綠色 我們把它做剪影的話 用白色顯示它顏色 用綠色 好 這樣女生是比較看不太到出來 這樣算 比較看不太出來 雖然可以看得出來 看不太出來它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方式 你可以先把這個女生變成 黑白的編結 影像裡面調整成黑白相片 好,黑白 那你可以把它變 紅的都變黑一點 黃的變黑一點 那是紅的啦 紅跟黃 把它變黑一點 讓它都是剪影 變成都剪影 都剪影 可以嗎?都變成按確定 好 把它變成剪影這樣子 或者是用色階 或者是用色階 色階 影像調整 色階 也可以 色階也可以 把黑的全部把它變黑 有看到嗎?都把它變黑 好,製作一個很漂亮的結影 可以嗎? 好,假如我在這裡面再加一些蝴蝶 那你可以用筆刷 筆刷工具 選蝴蝶 那這個蝴蝶裡面一樣 我們給它設定 筆尖動態 間距拉開 然後筆刷 然後拉開 大小拉開 大小拉開 分布拉開 輪格拉開 好 這樣子色彩 動態 都把它拉開 好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加一次 上面加一些蝴蝶 就變成很漂亮的蝴蝶 你可以加一些蝴蝶 蝴蝶在上面 它顏色沒有出來 好,那我們再用一個顏色 紅的綠的 讓它有點蝴蝶樣子 好,那就是我們的筆刷的動態 你們可以再加一些蝴蝶 上面也可以 讓它有點好像蝴蝶在飛這樣子 來做一個人像的跳舞 那如果說 我希望說有部分的明顯 那你就可以再把這個人 透過來 在前面有一點影像 也可以啦 看你的做法 好 你如果想要創新的 那我希望說 有一個人在跳舞 那這一張是蝴蝶 那你就可以 再增加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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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怎麼增加呢 影像 影像 然後把它怎樣 影像尺寸 就是我們的版面尺寸 版面尺寸 右邊 相對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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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增加多少呢 左邊 我們用左邊 左邊 好 增加寬度 寬度 二十一公分 寬度 二十一公分 再加二十一公分 好,再增加一個空白的 可以嗎 好,那我們再把 我們再去把我們的相片開啟 揪檔 再把我們的相片 好,這張相片 好,這張相片 開啟 好,再往下拉 往左拉 再把它放進來 好 那希望我這兩張相片 把它移到適當的位置 好,適當的位置 好,再一個 對應的方式 對應的方式 可能兩邊不一樣嘛,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翻轉 翻轉 影像 那個翻轉 邊幾 邊形 好,所以偏翻轉 好,那有點 嘿,兩個一起在跳舞 那這個影像裡面 你可以用白的地方 灰的地方 你可以用色階的方式 影像調整 色階 把灰的地方把它調亮一點 有看到 灰色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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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有一點相同 灰的暗一點 好,亮的部分把它調亮 調亮一點 調亮 讓它兩個顏色相同 可以嗎 好,OK 這樣子讓它有一點對應的方式 沒有按確定 再重新做一次 影像裡面的調整 色階 再調一次 剛才沒有調到 確定 忘記調確定 好,再黑一點 好,紅一點 好 這樣子兩張顏色按確定 好,那 兩個焦急的地方 兩個焦急的地方 我用那個白色的 好,我們 再先把它混合起來 好,這樣就有點像 兩個人在調 混色 對應 對應 但是兩個不怎麼有融合在一起 對不對 好 如果像這樣子 你可以用一種方式 就是把它拉近一點 好,兩個人都把它拉近一點 可以嗎 把它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好像都拉近一點 好 那第二章 再用一個漸層 遮色片 好,你用一個漸層遮色片 從這邊拉 拉過來一點 好,漸層遮色片 好,從右邊 拉過來一點點 讓它有點 好,兩個人一起跳舞 這樣子 好,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好,合併起來 然後把它裁剪起來 好,那這樣就完成了這張作品 好像兩個人在跳舞 一個是針 一個是蝴蝶 好,我們可以用各種創作來增加你的可看度 好,大家練習一下 好,你看 好可散 好,你看 我 好,你看 好,你看